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案件一度被媒体称之为悬在半空的诉讼 在接到律师电话的那一刻 曹局的心情跟电影 球局打官司里 几经周折 最后诉讼成功的鼓励一样 完全可以用被洗浇加来形容 用她的话来说就是 我会永远记住这个时刻 需知道在过去的一年里 这位刚毕业的女大学生 承受了多大的精神和经济压力 只为了还自己一个公道 其实事情的起因很简单 套路大家也都熟悉 曹同学去应聘某公司某职位 感觉自己各方面都匹配 结果却应聘失败了 公司给出的理由是 该职位只招聘男性 于是曹同学一怒之下 提起了诉讼 并在尝试了控告 举报写建议信等多种途径之后 成功地把这件事 办到了法庭上 和大家的视线里 虽然曹局最后打赢了官司 赢得了经济赔偿和社会舆论 但正如上述所说的 其所付出的代价 确实惊人 我想大多数的人 在遇到这种情况 都会选择做沉默的大多数 换了是我 应该也是早早放弃 回去睡觉 或者看美剧找安慰 但是如果人人都是这样的话 职场女性的权益将如何获得保障 我们这个逐渐闻明和开放的社会 又将如何获得进步 只不过进步仍然需要时间 三年后的今天 我们的职场女兵们 依旧面对着各种显性 或是隐形的歧视 不管是性骚扰 或者潜规则 还是怀孕之后 公司里面的区别对待 又或者是在家里 所遭遇的活性矛盾 和爱人的不理解 他们时刻 煎熬在性别歧视的无间道理 如同活在一张无声无息 却又如影随形的网中 去年 由中国妇女联合会 和统计局共同开展的 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报告显示 一方面在健康和受教育 两大板块 妇女的地位比往年进步了很多 另外一个方面呢 仍然有超过65%的女性 对于歧视有这么一个看法 因为性别的原因 不被雇佣或不能够升职 更严重的是 超过72%的女性认为 她们曾经被解雇 是因为婚姻和生育 对此很多人都担心 在二胎开放的当下 歧视的现象 还会变本加厉 因为那些已经生过孩子的妈妈 再也没有免炒金牌了 谁知道 你哪个时候又会怀宝宝呢 团队还敢不敢 放心去栽培你 说到这儿 有些朋友可能会认为 怀孕期或者哺乳假期的女性 是最安全的 我之前也曾如此天真过 但事实上 我上一个公司 因为业绩不佳 大批裁员的时候 首当其冲的 就是那些干活能力打折了的 准妈妈和新妈妈们 当然唯一的区别 就是文明一些 婉转些 如果你适当吵闹 公司可能会多赔 一到两个月的工资给你 但是如果你要去打官司的话 那我可以告诉你 公司的律师在业内 可是非常顶尖的那种 谁知道的 这还是世界五百强里的 以规范著唱的知名外企 换做是其他公司 指不定会是什么坏招呢 比如说 最近看到的这样一则新闻 一位身怀六甲的准妈妈 公司故意派她到很远的住点上班 每天上下班 就要在人堆里 挤三个多小时 你要是不去呢 就等于是不服从工作安排 没想经 遭排斥 被迫离职 你要真是不争馒头 也要争口气地去吧 这么累 肚子里的宝贝 会不会有影响呢 诗问 遇到这样的情况 这场女性们 该如何去破解 作为全球最成功的女性之一 Facebook首席运营官 雪莉·桑德伯格 曾在向前一部一书当中 深刻地剖析了 男女不平等现象的原因 解开了女性成功的密码 她认为 女性之所以没有勇气 计上领导层 不敢放开脚步 追求自己的梦想 除了社会的歧视之外呢 更多的是出自于 自身的恐惧 与不自信 萨德伯格还积极倡导 让你的另一半 成为你真正的人生搭档 如果希望另外一半 变成真正的人生搭档 首先 得把对方 看成与自己 地位平等的好伙伴 现代社会 中国的女性地位 在全球范围内 不算是最高的 不幸 你去看看隔壁的印度和日本 原点的再瞅瞅 成天蒙着黑纱 不见卢山珍面目的伊朗妹子 其国家有个规定 没有关系的男女 不能够在公开的场合拥抱 而且还不能露出头发 有一次伊朗著名女演员 哈塔尼 因为在干纳电影节 跟主席互相亲吻脸颊 就面临着 编刑的惩罚 横向看完了世界 我们再来纵向 看看若干年前的中国 当年的姑娘们 那是真的苦 为取悦男性 不惜以极为美的 变成三寸精灵 而大红灯笼高高挂里 那几个护掐的真房偏房 也正是那个年代 富贵人家的常态 至于穷苦人家 可以参考白鹿原理 白家轩所娶过的七个老婆 里面有一句话 真是触目惊心 女人就是胡窗户的纸 破了 烂了 撕掉再胡一层 没有后代 家有万贯 也都是别人的 由此可见 比起当年 我们女性的地位 已经进步了很多了 甚至还被媒体 称之为半边天 但其实 这些都是虚荣的假象 那些根深蒂固的 其实观念 依旧存在人们的心中 当然也存在 很多女性自己的心底 毕竟 不是每个职场女性 都是内心强大 又有能力的哆啦啦 更多的姑娘们 不过是欢乐颂里面 那个既善良 又虚荣的繁盛美 那么我们的职场金国们 如何才能够 从这个依旧充满着 歧视的社会里 秀妍女子非鹦鹉 夜夜龙泉 闭上名 活出真正 戳越自信的自己 在过去多年的 职业生涯里 我曾经历过 很多的领导 不过呢 只有两位是女性 因为让我印象很差 虽说位高权重 但是人人都不喜欢她 因为她成天板着脸 不够言笑 还经常让我们 无缘无故地加班 不管有没有工作 据说是为了 给公司的领导看 所谓的面子工程 当然讨厌她的 最重要原因 是因为她炒了我 有鱼了 典型的武则天 希拉里式的女强人 另外一个领导 相当的不错 人很nice 也很温柔 工作呢 也是张弛有度 而且最喜欢 一言不合 在工作群里 发大红包 深得下手为喜爱 不过我后来才知道 除了性格 和行为习惯之外 他们之间 还有一点最不一样的 前者的爱人 非但不支持她的工作 还总是在外面 沾花惹草 我入职的那阵子 她正好在跟老公 打离婚官司 持续拉锯了一年多 后者则拥有一个 很爱她的老公 另外还有一个 无敌可爱的小宝宝 由此可见 对职场女性而言 家人的支持 有多大的影响力 甚至直接影响到了 我当年的饭碗 不够话说回来 仅仅有家人的支持 还是不够的 记得我刚毕业的时候 分别在几家化妆品公司 待过一阵子 由于行业属性的问题 公司简直 可以用女儿国来形容 80%以上的同事 都是姑娘 这当中的阴阳失调 绝对堪比大学里的 外语学院和护士学院 即便这样 你依旧会发现 一个有趣的现象 那就是中层以上的领导 90%以上都是男的 而且越往上 这个比例越高 总而言之 目前的社会 对职场女性来说 有着双重标准 一方面让人觉得 女性应该有自己的事业 需要独立自主 某些公司甚至提倡 所谓的把女的当男的用 把男的当狗来用的 狼性文化 另一方面 因为家庭的需要 很多人又希望女性 能够在家里 承担更多 不管是相夫 还是教子 亦或是尊重老人 由此看来 改变之路 依旧是任重而道远 慢慢而艰难 但我们可以 从点滴的自我 开始努力 对于那些马上步入 或者是已经 进入职场的女性来说 以笔者的拙见 可以从以下的 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第一点呢 尽量从事 跟女性特征 契合点高的工作 比如说培训 财务 人力资源等等 第二点 可以争取 家人的支持 这就要求恋爱的时候 把好关了 婚姻的路上 也要维持好 当然 实在处不来了 也不要害怕 一排两散 正所谓 信誓旦旦 不思其反 反是不思 既淹灾 那第三点呢 就是要活出自己 相信你自己 过好自己的这一关 正如禅于有约 物随心转 尽有心躁 要想改变环境和别人 首先 应该从自己下手 至于男性同胞嘛 不管是同事还是岸人 请务必给身边的职业女性 一份必要的尊重 这份尊重同时 也是给自己的 要知道 工作当中 除了报表 PPT和利益 还应该有善意 生活中 除了风花 雪月和名利 更应该有相濡以沫的 同舟共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